香港爆发了首宗本土新型的流感病例 这两名从来没有出境过的民众 确定感染了H1N1 而其中跟16岁女患者同班的这名 圣宝路学校的学生 总共8人出现了流感症状 如果证实感染的话 那么香港将是继日本之后呢 第二个爆发社区感染的亚洲国家 目前香港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 所有中小学以下的学生 全面停课14天 香港在10号通报了四期确诊病例 其中两名确定是境外感染 另外两人分别是一名55岁的男子 和一名16岁少女 两人都没有出境记录 成为首宗本土感染病例 染病少女在圣宝路学校就读 与她同班的8名同学出现流感症状 目前正在进行化验 为了防堵疫情扩大 香港的卫生当局经过彻夜会商 一早宣布香港中学和小学部 从12号开始停课 我们将接下来的重要据 全中小学、幼稚园、小学中 和特别的学校 将至明天拒绝读 14天 圣宝路学校开始进行全面消毒 家长也在接过停课通知后 改往学校接孩子回家 对于学校停课的决定表示肯定 香港的卫生单位目前正在调查 16岁少女的同班同学是否也遭到感染 如果确认香港僵尸击日本之后 第二个爆发社区感染的国家 截至10号晚间为止 香港已经出现49名确认病例 中国大陆有110亿人感染 台湾则是确定有32人感染 中间新闻孟新一报道